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单词 一直和永远 一直和永远都表示很长的时间 表示的是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两个在语法方面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直 一直表示的是今天以前或者以后的所有时间 也就是说今天以前今天以后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表示 将来的和过去都可以用一直 后面呢可以加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 比如说它一直很漂亮 我一直坚持学习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永远也是表示的是长的时间不变化 那么表示的是今天以后的时间 注意这里是今天以后的时间 有时也表示比较模糊的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你不能确定也是有永远 比如常常说我永远爱你 那么也就是说从今天以后我会永远爱你将来的时间 举个例子 最近两个星期它一直重院 最近两个星期也就是说今天以前或以前的时间 最近两个星期它一直住院 第二我要在这里一直学习四年 要在这里一直学习四年是什么呀? 今天以后从现在到以后一直不停学习四年 第三回去以后我永远都不想来这里了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儿 我回去以后怎么样? 以后是今天以后的时间 永远不想来了 永远不想来了 所以这个表示的是今天以后用的是永远 第四 我会永远记住你们我的朋友 永远记住 这里是比较模糊的 比较模糊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会忘了你们 永远记住我的朋友们 第五只要有他在校门口永远干干净净 他是一个每天打扫的人 只要有他学校的门口永远都是干净的 那么这个永远呢 也不是今天以后或者以前的时间比较模糊 那么这个就是用了永远干干净 以前以后或者以后的任何时间都是干净的 比较模糊不能确定的时候 就用这个单词 那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很多年过去了 我什么忘不了他 一直忘不了他 还是永远忘不了他 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还是永远忘不了他 那么你们就要想想 这个是今天以前 还是以后表示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那么这个大家来做一下吧 好的 今天的内容您明白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